男孩在爷爷葬礼上 趁爸妈不注意 偷偷将一部手机 放入爷爷的口袋中 就这样 手机和爷爷一同下葬 到了晚上 由于男孩过于思念爷爷 竟给死去的爷爷 发过去一条来自人间的短信 此刻屋外电闪雷铃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男孩没在意 便缓缓睡下 等到了第二天 男孩一觉醒来 竟收到了爷爷的回复 他彻底惊呆了 赶忙下楼告诉父亲 父亲看到后 根本不相信 表示爷爷生前尸体 已经做了尸体解剖 而至于手机的短信 可能是电路故障所导致的 劝儿子节哀顺变 可男孩却不以为然 因为短信上的字母 是他和爷爷专用的秘语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他慌忙来到爷爷的目的 用手机拨通爷爷的电话 然后趴在地上仔细倾听 果不其然 地下竟真的传来手机铃声 既然手机被埋在棺材里 那么短信到底是谁发来的 难道爷爷真的没有死吗 为了查明真相 带着种种疑问 来到爷爷生前居住的地方 可翻遍了整个房间 都没发现可疑之处 甚至询问家中的护工 半天也没问出一点东西 他只能安慰自己 这一切只是幻想 时间过去一个月 男孩也渐渐忘掉了此事 就在这天 大壮因为受到女同学的爱戴 导致笑霸怀恨在心 强行将大壮拖出屋外 遭到了对方的一顿暴打 由于受到了委屈 他再次通过手机和爷爷 倾诉自己的痛苦 不料第二天离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男孩偷偷将一部手机 没在意 觉得只是太过于思念爷爷 就在这天 大壮遭受笑霸欺凌 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 并且还让大壮双手交叉趴在地上 务必让大壮保持现有的姿势 等回到家后 一脸委屈的他 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诉说着自己今天的遭遇 竟诅诈笑霸 为什么不去死 殊不知 简单的一句牢骚 却成了致命的伤害 等到次日 他在同学口中得知 欺负他的笑霸离奇死亡 就当他来到现场后 简直被震惊住 只见笑霸死相极其诡异 双手交叉趴在地上 简直和他昨晚被欺负的姿势一模一样 但这件事情 只有他和爷爷知道 大壮认为 这一切肯定和爷爷有关 面对笑霸的死亡 大壮每天变得魂不守舍 直到晚上 他再次和爷爷发去短信 谁知手机刚放下 爷爷突然打来电话 这把大壮吓得一哆嗦 可他根本不敢接 直到铃声结束 他才鼓起勇气拿起手机 下一秒 手机再次响起 大壮突然感觉到一丝后怕 因为爷爷生前就告诉过他 如果有困难 我会帮你解决掉所有的麻烦 大壮为了不让诡异的事情继续发生 隔天 他来到手机店 买了部新手机 并换上一张新手机号 然后将就手机锁进了箱子中 本以为这样可以摆脱掉爷爷的纠缠 直到这天 高中班主任因车祸不幸离世 就当来到葬礼上 得知老师被一个喝酒的富豪所撞死 只因家境比较突出 警察拿他根本没有办法 至今还在逍遥法外 大壮听后一脸愤怒 决定为老师喜庆冤屈 匆忙回到家中 拿出风在盒子里的手机 再次拨通爷爷的电话 男孩给死去的爷爷打去电话 让爷爷帮助自己 将其杀害老师的凶手绳之以法 结果到了第二天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大壮在网上意外发现富豪的死讯 顿时把他吓得压麻呆住了 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一切 为了调查出真相 大壮来到富豪家中 花200块钱在保安口中得知 富豪是死于自杀 并且死相极其诡异 还在死者身旁 发现半块肥皂 很显然 富豪洗澡时 吞下肥皂 给活生生给噎死的 就当他询问肥皂的牌子时 大壮听到后 一脸不可思议 因为肥皂的牌子 正是老师生前最喜欢用的 得知真相后 大壮极后悔又自责 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 竟害了别人 即便爷爷是杀人凶手 而自己却成为了帮凶 带着羞愧和自责 他来到爷爷的坟前 不停忏悔着自己的过错 请求爷爷原谅 年少不知的自己 等他回到家后 大壮收到爷爷的短信 而短信的内容很简短 意思就是 让大壮忘掉过去 尽快收手 他明白 爷爷这是对自己的疼爱 于是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等他来到湖边 拿出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后 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手机扔进了湖里 这次他终于和爷爷告别 虽然怀有留恋 但他毕竟属于未来 直到最后 大壮才满意地离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温暖随和的人扎出的刀子 才是最疼的 关注痘痘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